我賺到第一筆錢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就是買了一層樓 給了首期 就給家人住 資業是不少港人共同面對的難題 在出道之前 周秀拿Krissy一直跟家人做樓住 為了給家人有更安穩的居住環境 他將賺到的第一桶金 就給了做首期 建立一家六口的安樂窩 當時一生的目標就是 如果我存到一筆錢的話 就一定要買一層樓 給家人一起住 因為當時和家人住的地方都是租的 所以就想穩定一點 當然不是買私人樓 當時就是找到一個居屋 我覺得因為香港始終樓價太貴了 如果真的要買私人樓的話 幸好當時選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又夠大 單位夠大 又夠我們整家一起住 因為我家裡有幾多人 整六個人那麼多 由於藝營的職業特性關係 經常會受到全部追訪 為免家人受到影響 最終Krissy就搬出來自己一個人住 住了一年多兩年 我就搬出去住 因為生活上很多不方便 不方便是很多 擔心會影響到好人 又不想其他人知道他們住在哪裡 又不想騷擾到他們 所以我就自己找了一個地方 是救自己一個人住的 Krissy小時候家境不算富裕 中學已經開始做兼職 賺零用錢 畢業之後入行做無故意 雖然收入不穩定 單同事令他了解到儲蓄的重要性 如果要投資的話 其實一定要有 確保自己要有多餘的資金 可能那筆錢我暫時是很不緊急用的 如果我擺放幾年 都不會趕著拿出那筆錢 還有我自己的儲蓄習慣系列 我想會有40%是沒有去儲蓄 還有另外有一定30%可能會放在生活上 家人 自己的洗費 剩下的可能是以備不時之需 因為這行很多時候都 你不知道今天人指天的事 所以都要擺放一些錢 由於自小受父母分圖 Krissy兼聚遮胎 在投資上亦秉持一個原則 一定要自己有足夠的能力應付 先去做投資 股票我自己也覺得我自己不懂 因為股票你經常都要留意市場 我見到去玩股票的人 去投資股票的人 你經常都要留意市場 很緊張 但我自己又不一定有這樣的時間 不能分分秒秒都看著市場的波動是怎樣的 所以我會買一些比較穩陣 可能是適合我自己的 可能是純粹是很低風險的 穩陣態 我會選擇債券多一點 可能有一個穩定的息口 可能會選擇擺幾年 這些低風險就會讓我適合自己 或者可能是一些基金 但多數都會選擇一些地產 可能是混合在一起的 各個不同地方的地產基金 因為我發覺好像無論有甚麼事 這些樓價永遠都會不下跌 好像香港的樓價也是 雖然Krizy認為樓市是最好的投資 但在益市之下也不敢貿易入市 暫時就沒有想著再賣一個新的物業 因為很多東西都不明朗化 很多東西都不穩定 還有有沒有多餘的資金 因為都想留下多一些周轉的資金 先放在這裏 然後等這個疫情再看看 究竟是何時可以有一個明朗化 要前景的時候才再決定 還有現在 因為我發覺 我很不甘心 如果現在去買磚頭的話 我就會覺得為何會留下一個不見 對不起 現在依然都是很高期的 我等它們再回落一點 我再看電影